哈囉大家好 我是紫辰 今天是我們最熟悉的 93LA 1800 然後他今天要改 航向盤 那這個呢就是 改裝的嘛 然後他必須要一個 轉接座 然後這台車呢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他原本配備的是 有這個 安全氣囊的車型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些 為什麼會比較麻煩呢 這樣子 為什麼安全氣囊麻煩 因為他有一個 時鐘彈齁就這個 為什麼還有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的方向盤 上面要有安全氣囊的電線 跟喇叭的電線嘛 那 轉方向盤的時候轉一轉 這些電線會 轉久了會斷掉 就是那個銅線 你要一直轉方向盤 熬來熬去會斷掉 所以就要有這個時鐘彈簧 這時鐘彈簧呢就是 裡面有像排線的那種東西 一圈一圈的 然後他轉呢他會有一個 極限 就是他不能轉太多圈 不然裡面的排線也是會斷掉 所以這台的話 要從有氣囊 改成改裝方向盤的話 他就變成說 你要捨棄掉氣囊 然後你只能有 喇叭的功能 那正常我們以前的車子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安全氣囊的車 他這邊就有一個那種 同座的彈片 在這邊然後你的方向盤就 裝上去就剛好接觸到 他是一圈的 所以呢你會剛好接觸到 那可是這種呢就要接線 就是 這條氣囊的線就不要了 然後接喇叭線就好 然後記得喔 有氣囊的車 要拆氣囊的話 要斷電喔 然後他氣囊的電線 通常都會用這種橘黃色的 然後呢他會做的比較 特殊的岔頭 他不太想給你拆 你看 有沒有 他連這個 氣囊的螺絲 阿不是在這裡 這個 方向盤上 有沒有他都做內六角 內星星的 他不想給你拆阿 因為他蠻危險的 因為不小心如果爆開的話 怕你的人會被砸傷 OK 然後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 大家掰掰啦 這是不貴 不貴 兩萬多塊不是 對 三萬出 三萬七 給錄 錄影片 這樣太遠了 別人看得到嗎 他在錄的時候也可以那個 我們現在要裝那個阿 就是 時鐘彈簧的時候 要數圈數 就是 如果他轉一邊 轉太多的圈 裡面的 排線會斷掉 所以 你要把它弄在中間的位置 會裝 我那已經有成功了 你跟我 你教我啦 嗯 你就這樣啦 你就先 轉一邊先轉 輕輕轉 如果感覺到阻力就不要了 他阻力的時候就到底阿對不對 對對對 到底一點就不要再硬轉 對 好 差不多了 然後你就開始算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四圈 差不多五圈阿 所以你就除以二 五圈除以二 兩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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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 兩圈 一圈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要不要是中間阿 這樣子你反正到時候裝好這麼大 都不會斷掉 嗯 感谢观看